你好 公哥生物小讲堂 最后一支影片我们来介绍植物呢 它已经吸收了 在根的地方吸收了水根无机岩 接下来植物是怎么样运输 把它送到全身的 水根矿物质在木植部里面的运输 我们介绍木植部了 动力的来源有三个 第一个是根压的推力 第二个是毛细现象 第三个是蒸扇作用的拉力 先下个结论 这个是最主要植物的运输水根无机岩的动力 第一个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 这个所谓的根压的推力 刚刚各位可能有听到一个推一个拉 这个推力指的是植物的根 它在主动运输矿物质的时候 会造成根的渗透压上升 然后渗透压上升 代表的意思是 它的吸水力会变强 就把水吸进来了 也许您会觉得 刚刚我讲的这件事情 不就是上支影片介绍的内容吗 对 就是上支影片的内容 但是这边要讲的是 进来然后呢 进来然后 它会产生一个向上推挤的力量 这是一个镇压的力量 这个力量 我们就把它叫做根压 再前行提要 这个植物呢 会利用主动运输或被动运输的方式 把矿物质呢 吸收到中柱 因此中柱这个地方 它的渗透压就会最高 原因呢 跟卡式带具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内皮具有卡式带 所以呢 水一路被吸吸吸吸吸进来之后 这个水是没有办法从卡式带逆流回去的 水是止进不出的 所以一堆水被卡在中柱这个地方 它就只能往上推 这个往上推 就造成了一个推的力量 这个力量 它其实对草本植物是比较重要的 原因是因为 这个推的力量并没有非常的强 它再怎么厉害 也只不过只能推个大概几公尺左右 但是树 随便来一个都一二十公尺 可以长到好几层楼高 所以木本植物 这个根压对它来讲 不是太重要 但对小草来讲 小草有些可能长都不到一公尺呢 所以根压对草本植物就还蛮重要的 好那我们要怎么去测量这个根压的大小呢 这个所谓的测量根压的意思是 植物的根一天24小时 都一直不断的在吸水 所以这个水就一直被吸进来 并且往上推 这个往上推的力量 很简单用物理的方法来想象 就是我只保留根就好了 所以咔嚓 植物它的那个叶子的地方全都去掉 不可以留有枝条 好免得蒸扇作用会有影响 保留的筋部呢 我们就把它套上一个管子 玻璃管 然后呢 随着时间过去 我们就会看到它会有上升的水柱 这个上升水柱上升到一定的高度 我们就可以用物理的方法 例如说P.HD 去推出它所上升的高度有多高 也就是它的根压有多大 事实上并没有很大 但是没有很大 在草本植物或是部分的木本植物呢 还是蛮可观的 所以在晚上的时候啊 植物的气孔都一定是关闭的状态 没有什么增扇作用 但是一天24小时 跟压都持续 那会有很多很多水想要被流出来 但是气孔关闭了怎么办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单子叶或双子叶植物的叶子 都有一个特别的位置叫做密水孔 这个水孔通常会在叶圆 或是叶尖的边缘 所以在清晨的时候 如果您早起去晨跑 一般我们好像很少会早起晨跑嘛 不管啦 反正早上如果看到叶子 在这个尖尖的地方有小水珠 这个小水珠指的就是 水从水孔密出的现象 这个现象我们就把它叫做密翼现象 好所以我们刚刚介绍了根压 并且还要提到根压会造成密翼现象 第二个力量叫毛细现象 毛细现象是因为 木质布里面是由导管跟甲导管 也就是管包所构成 它们非常的细小 而且是中空的 这个中空就叫毛细管 这个毛细管您可以把它想象成 这个非常非常细小的吸管 所以它是可以吸东西的 而且如果管子小到了一个程度 非常的小 像头发一样小 甚至比头发还小的话 那么水分子在里面就会自动往上爬 这个自动往上爬就叫毛细现象 如果您日常生活中想看到这个现象 最简单的就是卫生子吸水 卫生子吸水其实也是靠那个毛细现象 而毛细现象的原因是因为 分子跟水分子之间 这个是具有极性 所以它们很喜欢靠在一起 再加上有轻件的关系 它们喜欢分子分子之间聚得很近 那聚得很近 这个就叫做内聚力 会让水变成一个连续的水柱 并且产生表面张力 再来 这个导管或管包 它是纤维素构成的 那纤维素 例如说您想想那个卫生纸 里面也是纤维素 这个水分子是很容易跟它吸附在一起的 这个水分子跟清水性物质结合这件事情 我们叫做附着力 那因为有附着有内聚 这两个力量加总在一起 水就可以在很细很细的管壁呢 一直往上爬 好像这样 水分子之间 分子分子间的作用力 可以让它形成内聚力 然后呢 水分子跟纤维素产生附着力 这两个力量加在一起 就会让水分子往上爬一个高度 但这个力量并没有非常的强 它比较重要的地方是 让水变成一个连续的水柱 而这个连续水柱在第三个力量 增散作用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了 这是由迪克森所提出来的一个理论 叫做内聚力跟张力理论 跟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毛细作用 有很重要的关系 到底植物 尤其木本植物 它是怎么样有办法把水送到几十公尺以上的叶子的呢 首先第一个 叶子在很高很高的地方 它有气孔 这个气孔打开之后 水会以水蒸汽的方式蒸散掉 这个蒸散会导致叶肉细胞表面的水 它呢会减少并且改变表面张力 会产生一个负压 这个负压相对于刚刚讲到 根压是一个推的力量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拉的力量 这个拉力就可以把水再往上拉 那又因为导管跟甲刀管里面 它是连续水柱 所以在最上面的叶子 产生负压往上拉 就会带动的整个木植部的水通通往上拉 所以连续水柱是重要的 甚至一直连连连连连连到根间 连到土壤 所以这就导致了这个植物最重要的一个 拉动水跟无极岩的力量 好说起来好像很玄 我们来看看 叶子把它放大来看长这样 那这边是我们主角是木植部 好顺带一提 前面有复习过 木植部它里面的细胞相对会蛮大的 在这个尾管树里面比较大 然后它会在靠上表面的地方 好 然后我们把它放大来看 我们发现木植部会把水出来之后 这个水会包覆在它附近的叶肉细胞的表面 好像这个样子 好 因为水有内聚力 它黏黏稠稠的 它就是像小水珠的感觉 它就会黏在细胞表面 但是气孔打开了之后 水会增散掉 那水增散就像这个样子 你看 出现水膜凹区 缺水了 这个缺水就会导致 水想要再补充回来 会产生一个负压 产生一个拉力 好 这个一拉 就可以把水 由下一只连续性的 连着这个木植部往上拉提 好那我们就以一个盆栽为例 上面是叶中间有金 下面有根 好所以这个地方是叶 好 然后这边是根 这边是金 这边是金 这边是根 好然后呢 里面呢 它的导管 是一个连续的管子 连续的管子 好 这个连续的管子 在最下面呢 它会有根压 让这个水往上推 但是没有办法推到非常高的地方 接着毛细现象会让它变成连续的水柱 好 变成这整个水柱 一直连连连连连 连到叶脉 里面呢 的木植部 好 里面的导管 然后气孔打开 把水蒸散出去 然后呢 会产生了一个负压 这个负压 好 就会让水一直连续的 从根 到金 到叶 好 连续性的呢 一直把水一直往上拉 一直往上拉 好 那这个往上拉的力量 同时也会顺便带着这个矿物质也一起 在金里面快速的被拉动 好 这就是木植部里面 它怎么样快速的去运输水跟无机岩 这个力量我们叫增散流 增散流一定是由下 而上 好 一定是一个单方向 然后这整个过程是不好能的 好 因为它就是一个物理性的现象 而这个增散作用 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 运输水跟无机岩 同时有90%以上的水都会从这边增散 增散会有增散热 所以植物它的体温也会有增散作用 会让它体温会比较下降 好 这个事情在很热很热的地方 对植物降温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好 所以您不要以为植物都不怕热 它也很怕的 好 那最后一个part 我们来介绍一下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增散作用 好 增散作用呢 会受到环境因素跟植物本身的因素的影响 环境因素包括外面如果温度比较高啦 湿度比较低啦 湿度低 环境湿度低 那水就容易被增散掉 有风在吹也容易被增散掉 光照墙也会 土壤中很多水也会 这些因子都会对应到 这个增散的效率会上升 接着我们看植物 植物如果比较多气孔 气孔密度高 分布广 叶片又大 然后角质层薄 这些也都是使得 这个植物它的增散的效率会比较高 好 那植物它要控制它的增散的效率 免得说今天就已经缺水了 好像最近台湾在缺水 那缺水了要怎么样 让它比较不要再增散 免得把它自己增散到死掉呢 这个调控最基本的就是这个气孔的开壁 气孔是有一对保卫细胞所构成 这个保卫细胞在双子叶里面 它会呈现肾形或者半月形 而且它是绿色的 所以表皮细胞大部分表皮细胞是没有叶绿体 但是保卫细胞有 而且会形光合作用 然后它长得很奇葩 它在比较这个内侧的地方 两个相邻内侧的地方 它的细胞壁会比较厚 而比较外侧的地方 它的细胞壁相对会比较薄 这个内侯外博会使得它在吸水膨胀的时候 外面会比较容易膨胀 里面相对来讲比较困难膨胀 而外面跟里面膨胀率不同 会使得它形状会改变 这个形状改变 再配合这个纤维素的中间 各位请看 这个中间它画的这一个 这个辐射状这个绿色的丝线 叫做维仙丝 它其实是纤维素构成的 这个纤维素构成的维仙丝 会辐射状的包覆在整个保卫细胞的表面 这个会造成一个力量 让它的形状会变成 等一下介绍的样子 好我们来看看 气孔的开闭 气孔它之所以会打开关闭 它是由膨压的改变来改变的 好那膨压指的是 水被吸进去之后 会往外膨胀的力量 而如果膨压小 就是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水的话 这个保卫细胞它别别的 然后它里面呢 两个之间的这个洞就关起来 叫做气孔打关闭 如果现在水被吸进去 造成很多水往外膨胀 好这个细胞胀脏个鼓鼓的 那会因为它的形状改变 会造成气孔打开 好打开的地方呢 就是它中间的洞 好 好那到底为什么水跑进去之后 它的气孔会打开呢 是因为它的外面 它的外面因为比较薄 所以呢它就会往外撑的比较多 这往外撑的力量 在因为这个纤维素为斯 这往外拉撑的力量 就会造成它的形状就会变成像这个样子 好两个回力标 好中间的气孔就打开了 好这个感觉像就是一个 呃呃内侧 比较打不开 外面比较打得开 中间就产生洞 好 然后 刚刚提到它是吸水 吸水会导致蓬压上升 而为什么会吸水呢 呵呵 在之前的宫哥的影片有提到 植物的甲离子 非常的重要 会扮演调控这个圣童鸭的角色 我们现在总算要解释了 植物呢 它会去改变它的那个细胞里面的甲离子的浓度 好这个甲离子的浓度 会受到很多因子的调控 包括我们在四支三介绍植物激素的时候 会提到一个离成酸 各位先听听 以后我们再说 还有水的含量 还有光 还有二氧化碳的量 这些都会影响保卫细胞 它的甲离子会变多或变少 然后甲离子 然后甲离子呢 会去改变植物的细胞的渗透压 我们来看看怎么影响的 如果现在土壤水很多 水分很充足又光照很多 各位想想看 如果你是一个植物 你土壤中的水很多的话 那么你的气孔要打开还是关闭呢 结论是想打开嘛 对不对 气孔想打开 那么气孔想打开的话呢 它会做的事情是 让甲离子的浓度变多 甲离子变多来 甲离子是溶质 溶质浓度变多 就是渗透压变高 渗透压变高 就是吸水力变强 这个功课已经重复很多次了 吸水力强 那么蓬压就上升 气孔就会打开 另外 这个白天日照强烈 保卫细胞会行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呢 会用掉CO2 造成CO2下降 然后光合作用的产物是糖类 糖类会上升 那么这个CO2下降 它本身也会导致 甲离子浓度会上升 所以水分多 或有光照 跟CO2下降 这些因子都会造成 甲离子的上升 那糖类浓度上升 也会影响到渗透压 因此这些在在的目的 都是使得气孔打开 那我们接下来想 你是一个植物 你的土壤里面呢 没有什么水 那气孔当然要关闭啊 那怎么办到呢 我们会有一个用来警告用的植物激素 叫做离成酸 我们又把它叫逆进激素 现在缺水了 逆进来了 所以它就叫甲离子离开保卫细胞 保卫细胞的溶殖浓度下降 渗透压就下降 吸水力就下降 所以就没有水 细胞就比较小 那么蓬压下降 因此气孔就关闭了 合不合理呢 您可以想想 如果你是一个植物 你会怎么做 以上就是我们三之一的内容